東邊的這個花東恆春漫島一帶的玉 跟它在接近過程當中西半部的風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衛星雲圖 衛星雲圖上面可以看到小雪颱風的位置 是位在我們台灣的東南方的海域 大概600到700公里的這個海面上 那它的結構非常的這個對稱 而且非常的扎實 環流的結構也是蠻大的 目前的暴風半徑有200公里左右 那未來朝著比較偏西北西的長江 慢慢的前進到我們台灣附近 那接下來的天氣其實也可以看到 台灣的上空現在還沒有很顯著的影響 所以目前發生的比較偏屬於台灣附近 這個東北風的風向 造成了北台灣的雲多 甚至早上的下雨 不過下午的時候 其實空氣上面比較乾一點 所以降雨趨勢緩和下來 變得比較偏中南部地區的午後雷震 所以今天還沒有明顯感受到 小雪颱風的威力 不過明天隨著這個距離慢慢的接近 這感覺就會開始出現了 那給大家看一下下午2點最新的 我們中央氣象署的路徑預報 那給大家看一下時間 海景的時間 預估會是在今天的深夜 比較偏向是11點多的這個時間 路徑預估 因為以現在的路徑 其實是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的 有可能會出現在3號的下午 到完全的這段期間 那不過會因為這個颱風速度的快慢 會有所變化 所以路徑這個地方是比較浮動一點 那以現在的路徑來說 可以發現明天3號的這段期間 它其實還是有點距離 可是它就已經觸碰到 我們海上頂道的範圍 所以近海的部分 風力跟浪都開始有顯著的增加 那到了4號的上午這一段 其實它的暴風圈就有可能 觸碰到我們台灣的本島 那在5號的時候是在上空 5號的下午有可能就會離開我們台灣本島 進入到比較偏向是巴士海峽 跟台灣海峽南部的這塊區域 西南部海邊 那6號的時候相對之下 還是比較偏近 所以456這3天是這個颱風 對我們台灣影響最大的期間 因為它最接近 而到了7號以後 其實它的路徑稍微的有一些往南 不過這塊區塊 其實還是要看當時候 整個低壓環流跟北邊的高壓的狀況 決定它的路線 還有颱風的消漲行形 所以大致上這是這颱風的生命週期 再來給大家看一下很類似 但是其實比較不一樣的 這種天氣圖的示意圖 那一樣可以看到北邊的高壓 位在北邊這個區塊 南邊這裡是一個低壓環流區 所以颱風主要就是 順著這個低壓的邊緣 跟高壓邊緣去行徑 那所以這兩個系統的強弱 就主要影響到這個颱風的走勢 它到底會不會往南還是往北 那目前的趨向 無論是往北條的趨勢 還是往南條 大致上對我們台灣的影響 就像我剛剛所述的內容 就不太會有太大的改變 那可能微幅調整的就是 它可能登陸不登陸的距離 它在哪一個區域 還有這個整個時程的先後 順序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偏移 那可以看到說在後面的時間點 大家也關心說 北方高壓的增強跟減弱 那其實高壓在這段期間 已經開始慢慢的 有些增強趨勢 帶來一些涼冷的空氣 不過整個冷空氣都不是非常的強 所以位在比較偏北邊的位置 所以在最近這段期間 有沒有很顯著的高壓 跟颱風的作用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 那可能不是主要位在我們台灣的上空 但是畢竟北邊的高壓 在比較偏向是6號到8號這段期間 它還是有一些比較偏涼的空氣下來 影響的範圍比較南邊一點 那對於颱風帶上來的暖濕空氣 是有機會在我們台灣的比較偏北 台灣這個區域 造成這個降雨比較持續一點 那這一點氣象署這裡 還是會持續關注 那給大家看一下降雨的時程表 那現在上面就有 蠻明顯的這個雨量分布顯示 讓大家知道哪一個時間 下的比較多多的是在哪裡 首先是在週二的這段期間 最明顯的就是北台灣 特別是東北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在明天 是有出現這種大雨的可能性 特別是在山區的部分 那這個期間 其實外國環流開始影響 吹的是東北風 所以一開始出來的 都是迎風面的降雨 中南部地區沒什麼感覺 這是明天的狀況 還是五候雷陣雨 所以中南部地區下的是五候雷陣雨 不是颱風的雨 那開始慢慢的 隨著這環流影響慢慢的接近 海上颱風警報之後 就是陸上颱風警報 那陸上颱風警報呢 開始就是對陸地的影響 會比較顯著一點點 4號到5號這段期間 是颱風本身的這個結構 跟外圍環流會去做一些影響 所以北部東半部降雨會明顯增多 特別是在花東地區的降雨 北部這邊先開始 花東持續累積 隨著颱風慢慢的接近 這裡的部分像是 東半部地區的專門半島 我們提到 是有可能出現豪雨等級以上的降雨 那這種雨是比較可觀一些的 那至於北部其他地區 南台灣跟中部山區 也是有可能在4號5號這兩天出現豪雨 最主要這一天降雨是最明顯的 4號5號這兩天降雨很明顯 同時風力也會變得比較強 那什麼時候開始緩和呢 5號的下半天開始 颱風開始走了以後 慢慢的遠離 外圍環流還是持續影響 水氣比較多一點 但降雨的情況會逐漸緩和下來 那當然北部東半部還是持續性的降雨 中南部地區的雨是 可能因為水氣比較多 午後雷震環的現象比較明顯 反正這幾段時間呢 就是天氣比較不穩定的狀況 那剛剛提到了雨 那我們看一下風的情形 提醒大家這個颱風在接近過程 風力跟浪的增長狀況 會非常的明顯 那前面這段可能是風平浪靜 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改變是非常非常迅速的 以明天白天為例 那可以看到整個風場顯示 可以讓大家看到颱風位置到底是在哪裡 明天白天 後天白天 整個海峽附近的風力 增長得非常的顯著 所以就是在明天 我們其實是有提到 是有強風的現象 接下來可以注意一下 我們路上強風特道 明天下午開始 桃園到高雄東半部地區 包含這個蘭嶼綠島 沿航空地區 我們是提到9到10級這樣的強震風 但是在颱風開始影響的 4號 5號這兩天 是有可能在一些區域甚至會出現 12級以上這樣的風力 所以大家要嚴加的戒備 至於其他區域 像進入北海岸 屏東 恆春半島 風力也是偏強 颱風畢竟接近了 所以全台灣各地都是風力比較大一點 特別在海峽這邊 在週三的這一天 會有一些比較強的風出現在沿岸的區域 再來就是浪的表現 颱風還沒有到 長浪會先出現 所以在今天晚上到明天開始 長浪就慢慢擴展開來 從北部 東半部 恆春半島 馬祖這邊會先開始 在4號這段期間 慢慢擴展到台灣附近的各個海域 基本上都有長浪的現象 這邊可以看到風浪的行星 一樣可以從看到浪比較高的地方 自然是接近颱風的地方 慢慢的靠近 所以什麼地方浪比較高 3日的時間 其實各海面就開始出現 3米以上的浪高 6米以上的浪高 很危險的浪高 東半部 恆春半島是會發現的 所以這段期間的浪高 請大家也特別注意 不要出去海邊玩 那再來就是溫度的表現 溫度的表現 其實前面有東北季風 後面有東北季風 所以北台灣的降溫 主要就是在東北季風這範圍 沒有東北季風的時間 溫度相對比較高 中南台灣花冬的 在今天深夜11點就會發布 中台小泉的海上警報 可能明天下午就會發布陸上警報 請大家特別留意 那影響最劇烈的時間會是 4號到5號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